10%首期是不需要给的 最高有一些是扣到 9500 不代表全部都给的到 我没有换你们的 market 大家知不知道 Toyota Vios 目前在马来西亚市场卖的非常的好 它是目前的 B-Segments 占中的销售第一名 上个月卖了 2600 多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因为现在 UNW Toyota 又给它很多折扣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来算一算养一辆 Vios 呢 会要需要多少钱 那么我觉得这个影片呢 可能可以帮助正在考虑 Vios 的朋友 那么如果你觉得这一期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就请先帮忙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那么首先影片的一开始我要讲的就是 这个 Toyota Vios 目前这个官方或者销售员 给的折扣非常的多啦 我听到最高有一些是扣到 9500 但是这可能只是个别销售员给的折扣啦 所以建议大家自己去问一问 但是假设说呢 这辆车真的给到这样子的折扣呢 就代表着你的10%首期是不需要给的 那么这边我也要补充一下 因为目前马来西亚政府呢实行了这个 e-invoice 的政策 所以很多人是做不到付论的了啦 可是折扣的话应该就还可以 那么我们就以这个 Toyota Vios 在马来西亚最贵的那个版本 也就是 Vios G 来算 它的售价是 9500 令吉 如果假设你真的有拿到一个 9500 块的折扣的话 那么 18 千的首期你就不用给啦 那么假设今天你用了这个折扣来当这个 18 千的首期 那么你的银行贷款就是 8 万多块啦 我们进行了一个计算 如果讲你的利息是 2.75% 的话 然后你供期年 那么你每一期的供期就是 1221 块 当然啦你的投期给的越多的话 你的供期也会越少 另外呢可能有一些朋友认为呢 供期年就是一个月 1221 块太多想供9 年 其实也是 ok 的 这个供车跟买车呢 主要是看你自己个人的能力需求啦 如果这样接你呢 能力觉得 1221 太贵 你想供9 年负担轻一点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的 不要理别人的目光或者别人的说法 因为供车的人是你自己 所以呢你自己供到处伏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一点要跟大家讲 然后我也要澄清一点 就是这个 2.75% 呢 是 Toyota 官方网站的这个 Loan Calculator 一个计算啦 所以你如果去外面介入的话 它未必是有 2.75% 那么低 有可能是 2.8% 有可能是 2.9% 有可能是 3% 所以呢这个也要看你的 Salesman 去跟着一个 Bangor 去谈 可以拿到多少啦 那么刚才那个是车价 这个汽车的保险呢 还有路税等等 也是我们必须要估到的环节啦 不过因为 Vios 是 1.5 的车 Sedan 然后它的路税就是 90 块 这个基本上可以忽略不弹 主要是它的保险 如果我讲今天你是买一台新车的话 你的 NCD 是 0 的话 那么它的保险费用大概是在 2700 块 这个主要还是看保险工资去计算 你需要给多少保险费 这个可能会有一个上下 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旧车去 Trade-in 的话 你的旧车 NCD 55% 没有 Claim 过的话 一过去的话 就代表着你的保费可以折扣 55% 所以这个买新车跟是 Trade-in 旧车 换新车是有差别的 这个 NCD 可以让你节省不少钱啦 那么买完车之后呢 养车保养这个是最重要的环节 因为目前很多新车都是给这个 5 年的 Warranty 也就是讲在 5 年内呢 你要回去原厂 Service 你才可以拿到原厂的 Warranty 以防有什么东瓜豆腐你的车子坏掉的话 你拿不到 Warranty 啦 那么我们该就进行了一个计算啦 就是讲如果是讲 60 个月又或者是 5 年 又或者是 10 万公里里面呢 你的保养费用是 4,550 块 06 分 因为通常现在的新车都是这个 半个月又或者是 1 万公里 Service 一次 一年理论上就是 Service 两次啦 所以 5 年 10 次的费用就是大概是这样子 平均算下来呢 你每个月 Service 的费用是 400 多块 但是实际上呢 它的 Service 费用每一次都会有不一样啊 如果是普通的 Service 的话 这个 Toyota Vios 它的保养费用是低于 300 块的 我觉得还蛮便宜一下啊 它最贵的 Service 是发生在它的 48 个月又或者是 8 万公里 适合着危险的时候 那一次的 Service 需要 900 多块 因为更换的东西比较多 就包括那种 Spa Plug 啊 包括那种牙油等等的东西啦 当然这个 Service Schedule 呢 是这个 Service Center 推荐你的啦 就是你应该要跟着 然后它们有时候呢 也会推荐你增加一些保养品 像是例如讲什么黑油精啊 然后做 Alignment 啊那些 当然这些的费用呢 就会导致你这个 5 年的保养费用不一样 当然我也必须要跟你讲 除了官方在这个网站里面呢 讲到你必须一定要更换东西之外呢 像是那种黑油精啊 冷气风格啊 还是其他的东西 你都可以不要的 所以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降低你的保养成本 如果你要加的话也是 OK 的话 因为可能你是一个爱车的人 你想给它好的黑油 然后你想保养它的引擎 你要加黑油精 你要用更好更贵的黑油都是 OK 的 这个是看个人 但是如果你不要这些东西的话 你是有全力说不的啦 除了官方的保养之外呢 其实有很多 wear and tear 的东西是 你回去 warranty 也好 你自己外面换都好 你要给钱的 那么我就先讲轮胎的部分啦 轮胎 因为这个 Vios G 版本 它采用这17寸的轮胎 对比起一般的 V-Segment 会大了一个尺寸 所以它的价格也会比较贵 我刚才大概上网去搜索聊一下 如果是一条17寸的轮圈 就是 Vios 的尺寸 大概是在380块到450块左右 如果你是要那种 Performance 轮胎 例如讲这个 Michelin 的 PS5 又或者是这个 Continental 的 MC 器 或者 SC 器 这样的轮胎价格会更贵 所以呢这个轮胎的部分呢 也是根据自己的能力范围啦 当然如果你的车子少用的话 其实这个轮胎也不会那么频繁的更换啦 假设讲你一条轮胎是 400块的话 4条轮胎其实就是 4624 大概是 1600 块左右 这个大概是 2-3 年需要更换一时的费用 这个也是大家必须要记得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这个车子的 Alignment Balancing 那种也推荐你们定期去做 如果你长期不做的话 这个 Alignment Balancing 可能会导致你的车子的部分零件损坏啦 我个人是建议 3 个月去做一次 这个价格是不会很贵的 但是可以确保你的车子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然后接下来还有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雨刷 还有这个 Black Pack 等等 雨刷的话 80 块一堆其实也不是很贵 大概也是大概 2-3 年更换一次 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然后这个 Black Pack 同样的也是 2-3 年更换一次 当然普通的 Black Pack 可能百多块就有了好一点的 250 块左右 但是它可以提升你车子的性能啦 所以建议如果是讲你的车子原装的 Black Pack 用完了之后 可能可以更换好一点来获得一个更好的性能 当然你买了新车之后 像是那种 Tintor 等等等等 你都是要去做的啦 这种就跟你自己的能力范围去做啦 这个 Tintor 也非常松 几百块到几千块不等 那么最后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建议啦 就是这个 Aircon 的 Service 也是蛮多人会忽略的一环 因为我们都在这个 Aircon 系统里面呢 有一个东西叫制冷霜的 主要就是因为有它 英文就是叫做 Gas 啦 就是因为有它 整个 Aircon 系统它才会冷 但是这个东西呢 会经过日久消耗的 所以呢通常有一些 Service Center 会载你回去 Service 的时候 建议你去 Service 一下 Aircon 当然你自己就看需不需要 如果你是觉得你的 Aircon 状态 可能没有这样好 就是没有这样冷的话 可能可以去做一下 Aircon 补一下 Gas 或者做一下 Service 等等 这个也是从几十块到百多两百块不等啦 这个是看自己的能力范围 但是我建议呢就是可能是 半年到一年可能做一次 Service 会比较好一点 在影片的最后要跟大家讲句老话 就是买车容易养车呢 你每个月工期 例如讲这个 Vios 你可能工九年一个月大概是不到一千块 看起来好像很轻松 但是你要想到你的打油费用 你的公车费用 你的保险费用 还有其他扎七扎八的费用 其实加起来都是一笔开销 所以买车呢最重要就是看你个人的能力需求啦 不过讲老实话 因为目前马来西亚的汽车市场呢 很多品牌都会给予很多折扣啦 就像刚才讲的 Vios 呢 我听到最高是扣到9500 块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是真的有需要在这个情况下换车的话 目前是一个买车的好司机 不过我也必须跟所有观众还有销售员讲 这个9500 块是某一些销售员给到我的 不代表全部都给的到我没有point minute market 所以我是建议啊 大家就不要去为难销售员啦 他给到你多少就拿多少啦 不然的话其实人家也是要吃饭的一样对不对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期 Vios 仰车成本的影片内容啦 希望可以帮到正在考虑 Vios 的朋友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呢 就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见 拜拜